哈囉大家好 我是老師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那在天梨姐手遊幽城在領的微信的官方上面有一個情報 這個情報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單英人物情報首部 最新創命明皇降臨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明皇跟我想像中的明皇長得不太一樣了 他又是整形了 我覺得明皇去整形蠻合理的 天梨姐的細世界中有無數玄妙之法 而最為神秘同時也被奉為禁忌的是創命之術 此術只有達到神之領域才能掌握 凡人施展終究不夠是孩童玩笑 但有一人最新於此江湖人成明皇 在幽城環境路當中呢 除了明皇還有一個叫做一個外國人 叫什麼名字 我突然忘記他的名字了 我查一下 然後我們待會再補充 然後呢在明皇 明皇名為單英 初登場於神魔之尊戰當中 未裂嗜血之中 擅長施展施術 手段很辣 仇家眾多 但即使他被武林正道所殺死 過一定的時間 他便會再度重生 外加一手妖異萬分的死靈作法 才被人冠有明皇的稱號 好 這個是明皇的西居圖啊 老實說還蠻帥的 雖然還是有點人妖樣啊 單英瘋狂且偏執 未打目的事不罷休的研究精神 但單英的實力不容小覷 反覆嘗試了創命實驗 只期待有一天能夠造出活人 之前在幽城環境路當中 他只能造出半活人半屍人啊 就是伊斯多嘛 他只能靠就是 殘破不堪的屍體 然後要借助新生的生命 才能讓他想要復活的人 就是繼續續命這樣子 後來是因為靠著定魂珠 就是那個外國人的幫幫忙呢 才把這個伊斯多完全復生 那那個外國人 那為什麼這種名字啊 都忘記了 啊 都想不起來 然後他 他就是在尋找仙者之死的 那個西方異國人啊 好 旁人眼中他出神入化的死靈法術 在單英心中卻不止一提 死靈奏法傀儡之處 在真正的森林創造之處面前 不過是粗疲不堪 至於明皇這個稱號碼 卻也無需抬舉 在這個廣闊的人間之中 唯有單英能夠 單個起這個稱號 好 是他的 這什麼 白鬼召喚 哦 也正是有一份天才的狂傲 在他看來 世人多的是批著皮囊的蠢獲 所做的事還不如空有屈體的人偶 好 這是鬼魄死亡啊 再說到明皇的作品嘛 除了呆頭呆腦的師兵林勇外 林勇 還有那能站立的鬼魄死亡 離死者的肢體為材料 借助絲魔化身大法時期活起來 威力強大 但樣貌太醜 讓明皇不是很滿意 要說明皇有些滿意的作品嘛 那就是這位伊斯多小姑娘 村長以一村人為代價 換取了單英出所的機會 不是吧 他是不是寫錯了 村長並沒有說以一村人為代價 他是因為 那個村莊裡面剛好有一個 有一個洞窟適合讓單英 應該說 應該這麼講 羅猴城當初分裂 就是裡面羅猴城的一些 一些房間啊 分裂市場中原各處 剛好伊斯多所在村莊裡面的洞窟 剛好就是藏書庫的一部分 然後明皇答應才要在那個洞窟住下 研究那些之前 貨擁在那個藏書庫留下的書籍 所以 所以然後 但是村長的條件 就是要他治癒伊斯多 因為伊斯多 在他們的村莊當時被盜賊所 就是侵入嘛 然後伊斯多那時候就奄奄一息了 所以這邊寫的不太對 換取了單英出所的機會 定魂珠保住魂魄加上 再加上明皇新著作的軀體 以失去的小姑娘再度增開的村野 雖然不是真正意義的復活 過幾年都要更換一波軀體 但這裡算是神乎其氣的操作囉 然後 定魂珠是 定魂珠不是單英啊 幽城當中定魂珠是 是夏侯儀去拿到的啊 然後定魂珠是那個外國人去 去幫助伊斯多完全附身的啊 這一段不是 因為 靈魂單英只是新製作的軀體 再用其他村人的性命 那伊斯多也續命的 所以村莊每年都有吃中的人 好 如果有興趣的觀眾啊 我會 也可以跟我講 然後我把那個連結 之前錄又從幻境錄這一段劇情給大家看 好這招是什麼 面魂大法 不過上面解釋不重要啦 好 這招式還蠻 還算可以哦 好 不過其實明皇也有失守的一天 現在就是他和別人彈跳劍 最終有一天落在劍邪陰千陽手裡 被黑血魔爐所牽制 單英不得不 不得不幫他去尋找持有的骨骸 不過他後來發現劍邪的目的 竟然是將持有復活 於死靈之處完全 回憶的復活之法 單英便當這是一次有趣的研究了 四魂 四魂 四魂之欲 呵呵 為什麼 練起來那麼像那個 全夜叉的四魂之欲 好 我單英便是要成為這 成為這 人所不能 人所不能為的 神 夜 將世間的一切生死 超於鼓掌之中 羅火的作品 真的是讓大英 看為觀止 因為大英看到 冰里的時候 真的是 驚訝無比啊 明皇大英 不僅會成為故事發展中的 一個 一條重要的線索 還能成為少俠們的助力 陪大家一起冒險 帥 其實我覺得還蠻帥的啊 所謂故事中 明皇大英 已然復活重返人間 形勢依舊神秘 而他與人偶少女 九陽關於生命與情感的討論 似乎暗藏一些不為人知的秘密 單英獅子咒屍 屬性為暗 詭絕陰難的暗系作法 召喚靈勇大軍的創造之術 都會是左右戰場的強大力量 喔 單英的介紹還真多啊 主動攻擊 喔喔喔 還蠻帥的 這是什麼 明幻之陣 不是凶蟲之陣嗎 怎麼又改掉了 凶蟲之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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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勇不僅可以做到戰力 阻擋進攻 當攜帶獨有絕學 九月化力 可讓大英受到致命傷害時 犧牲凌勇免除死亡 並恢復氣血 此外還可使用凌勇激勵 征服隊友攻擊 就算是輔助 明皇的實力依舊不落下沉 零勇激勵 增加攻擊力 以上就是明皇答應的介紹 如果少小看到其他人物 記得小朋友評論告訴我 你有沒有覺得他 這次的介紹不太對 不是很滿意 明明就不是一村人啊 是我記錯嗎 不可能啊 明明就是因為剛好一絲 四朵村莊洞窟有羅厚城裡面的藏書啊 獲用的藏書 好我我算了啊 好我們這一集主要就是 讓大家知道這個 明皇答應 好久沒有配答應的口牌了 嗯 你為何 突然想成為人類呢 情感對你而言 真的重要 這樣的你 真的就不能算做生命嗎 呵呵 好啦 好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追蹤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掰掰